砰!银色的子弹越过几米的距离,准确地钻入了燕尾福小丑的脖子,大鼓大鼓的鲜血随之流出,染红了肌肤,染红了领结。 燕尾福小丑无法发出惨叫,喉咙里和和有声,他想要抬手,移开那致命的伤势,可见关节和肘关节却仿佛灌满了胶水,动作声色而缓慢。 砰!进入半冥想状态的克莱恩没有被鲜血吓到,又一次扣动了扳机,平静地像是在进行日常练习。 燕尾福小丑的额头豁然出现了一个猙獰的孔洞,赤红勃勃涌出,暗淡了双眼的光芒,那把精致左轮的威力比克莱恩预想得要强上不少。 膝盖弯曲,手臂垂下,燕尾福小丑缓缓倒地,眼神里凝固着的近视茫然。 他的身体抽搐了几下,慢慢舒展开来,再没有别的动静。 一枪命中,克莱恩以很酷地回身,抖开转轮,让空的弹壳一枚一枚相继落地。 然后,身穿黑色正装,头戴半高丝绸礼帽的他一边走向埃尔·哈森,一边从口袋内掏出最后一枚银色裂魔子弹,将细长地他塞入了弹仓。 他之所以不回头看燕尾福小丑的惨状,纯粹是因为初次杀人的不是,但不杀也不行,他可不知道对方被木偶彻底控制后会发生什么。 而且,他不想冒险再进入封印552,049的影响范围,毕竟谁也说不清楚这一次会不会出现诡异变化,让转运一世的自救失效。 至于燕尾福小丑身上的物品,克莱恩只在意有没有那所谓的小丑魔药配方,或者相应的线索,但这不是需要急着完成的事情,等下可以和邓恩·艾尔等人一块来做。 职业者队伍得到了也就近乎等于自己得到了,他们不可能舍不得序列巴的魔药配方,大不了在花费时间累积功劳,反正才成为占卜家没多久,距离消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 思绪翻腾间,克莱恩快步走到了艾尔·哈森旁边,这位身穿对金灰色风衣的绅士几次挣扎做起,又都尝试失败,跌得浑身都是泥土与灰尘。 哈森先生,需要我做什么吗?他蹲了下来,开口问道,手里的左轮则斜指着地面,防止雾激发。 艾尔喘了口气,感叹了一声,那怪物太强了,要不是还有弱点?说到这里,他指着身旁一个天蓝色的金属小瓶,自嘲笑道。 本来想服食药剂的,但手抖了一下。那天蓝色金属小瓶大概有克莱恩拇指粗细,高度不超过5厘米,暗藏螺旋纹的盖子落在一边,被液体完全禁湿。 克莱恩伸手捡起小瓶,眯眼瞧了瞧,无奈回答道。 哈森先生,只剩屏蔽上的几滴了。你去,伯尔吉亚身上找,内侧,内侧口袋里。 艾尔说话间连续喘息。好的。克莱恩站起身,随口问了一句,这是治疗药剂吗? 神秘策的物品。不,它只有一定的治疗效果,主要,主要是刺激我们的精神,压榨我们身体的 潜能,让我们短时间内,短时间内保持住良好的状态,支撑到返回,支撑到接受,接受治疗。 艾尔尝试着做起,再一次未遂,他的名称是,女神的凝望。你记得让伯尔吉亚喝一半的药剂? 克莱恩没再耽搁,转过身体,快步来到痛苦呻吟的伯尔吉亚旁边,从这位半昏迷的职业者怀里找出了纳智式的天蓝色金属小瓶。 拧开盖子,他小心翼翼将瓶口凑到了伯尔吉亚嘴边。 伯尔吉亚有所感应,努力张开了双唇。 瓶身倾斜,暗红色的液体流入了伯尔吉亚的嘴里。 估算着分量,克莱恩及时收手,重新拧上了瓶盖。 那药剂的效果似乎真的不错,伯尔吉亚吞咽之后没几秒,眼中的神采就重新凝聚,并低压着开口道。 谢谢。 说完,他以手撑的,缓慢做起,先处理了自己的伤势,然后走向昏迷的洛洛塔和邓恩,从后者内侧的口袋里找出了女神的凝望。 克莱恩则返回埃尔身边,将剩下的半瓶药剂未入对方口中。 埃尔喘息了几声,动作忽然变得皎洁,像是从未受伤搬战了起来。 我去帮助伯尔吉亚,你负责你那位同伴。 这位很有中年男士魅力的先生指了指伦纳德,米切尔。 克莱恩没有意见,转过身体,小跑着来到诗人伦纳德旁边。 不用了,我自己能喝。 头发凌乱垂下的伦纳德微笑着举了举手里的天蓝色金属小瓶。 看着对方将手一撑,敏捷站起,本想付匪的克莱恩突然震驻。 伦纳德的伤势比我预料的轻。 他有能力在最开始就服食药剂。 也就是说,他可能看到了我逆时针走四步的转运仪式。 不,这件事情还好,我的默念都在心里,而转运仪式也没有外在的异常表现,否则燕尾服小丑不可能上当。 但就算是这样,早已恢复却选择旁观的伦纳德肯定也看见了不少事情,比如,我没受二、零四九影响,暗算了燕尾服小丑。 就在克莱恩眼睛略微眯起的时候,相想而来的伦纳德停在了他的旁边,掩饰前方弟弟笑道。 我本来想救你的,可发现你并不需要。 不用在意,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特殊的人,总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,比如说你。 双引号,也比如说我。 伦纳德嘴角上翘,越过克莱恩,走向了苏醒的邓恩和洛洛塔。 自恋狂。 克莱恩案子吐槽了一句,内心放松了不少。 看样子,伦纳德,米切尔也藏着不少秘密啊。 他若有所私地与大部队会合,看着队长邓恩戴上手套,拾起了那本沾满黄鹤与血污的安提格努斯家族笔记。 这本笔记的封皮完全由深黑色硬纸制成,他散发出古老而幽远的气息,丝毫没有变软和腐烂的迹象,与克莱恩梦中见到的样子近乎一致,以至于他开始怀疑,怀疑打开之后会看见一个带绚烂头饰的语者。 但他很快就知道自己想多了,因为邓恩小心翻开了笔记,做最后的确认。 上面的单词,角度不佳的克莱恩看不太清楚,但他可以肯定的是,其中并没有穿华丽衣物,带绚烂头饰的语者。 可,没问题,邓恩和龙笔记并牢牢握住,然后看向埃尔等人道,这几天先将他和封印物2,0491块存放于停根式的查尼斯门后,等到你们恢复,或者贝克兰德再派人过来。 听到这句话,克莱恩又有点失望,又感觉庆幸,他很想再看一遍那本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记,弄清楚原主和维尔齐,那样的死因,但又觉得这件古老的物品充满了不幸,总是带来灾祸,所以不敢去触碰。 上交给教会总部,严密封印起来,算是最好的选择了。 他暗自吐了口气。 好的,埃尔、哈森与伯尔吉亚、洛洛塔三人则各自点头,同时转身,来到了封印物2,049旁边。 他们互相唤醒着彼此,将不知什么时候已恢复行动的木偶重新塞入了有裂口的铁黑色箱子,并严密监控。 一切正常。埃尔的语气里多了几分轻松。 只有微盲的铁黑色箱子内,缠着油字不调的木偶之嘎者翻了个身,让涂着小丑油彩的脸孔对准了光源。 在这张诡异的脸孔上,在那纯黑色的梧桐眼眸下方,出现了两道不容易被看见的暗红色细小裂缝。 与此同时,邓恩、伦纳德和鼓起了勇气的克莱恩搜查了燕尾福小丑的尸体,找出了纸花、手绢、扑克和玻璃片等千奇百怪的物品。 然而,除此之外,对方并未带任何有价值的,或者说可以提供线索的东西。 嗯,有七八磅十几苏勒的皮夹除外。 克莱恩悄然叹息了一句。 想到前,他立刻低下头,审视起自己,一张脸几乎垮了下来。 他价值好几磅的正装,因为翻滚,摩擦出了五六个需要缝补的地方,并且到处都是泥土和灰尘夹杂的乌痕。 邓恩瞄了他一眼,嘴角隐蔽上翘道。 任务里的损失都是可以报销的。 报销。 听到罗塞尔大帝发明的这个单词,克莱恩的心情一下美丽。 嗯,这套正装好好清洗一下,补一补,还是可以穿的,还足够体面。 等到报销的费用下来,就能再买一套,形成轮换了。 嗯,我可不是将报销款挪作他用的人。 不过以后得考虑战斗装了,比如队长那种黑色风衣。 材质稍微差一点的话,比燕尾服正装便宜很多。 斯,伦纳德这家伙长期不爱穿正装,是不是就有这方面的考虑。 尸体让服来处理,看能不能辨认出他原本的长相,找到有关的线索。 邓恩用手套触碰了燕尾服小丑脸上的油彩一下。 之后,他们搜查了最内侧那间仓库,看见里面有好几团被巨石压扁般的血肉烂泥,看见一根又一根的白森森断骨到处乱扔。 瑞尔,比伯应该是在用古老的仪式吸收笔记里蕴藏的力量,就像我们直接服侍较高品阶的序列魔药一样,这充满危险,必须有不受打扰的环境,必须获得一定时间的沉睡,这应该也就是他至今没有离开停根的原因。 邓恩审视了一遍,猜测着可能。 听到这样的描述,黑发女士洛洛塔脸色苍白地笑了一声。 可惜啊,他被我们提前吵醒了,那起床的愤怒真是让人记忆深刻。 这就是失控的一种。 邓恩望向克莱恩,办事解释办事教导地说道。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停根,去别的地方再尝试吸收呢? 克莱恩疑惑不解地问道。 艾尔、哈森笑了笑,指着自己的脑袋道。 被古老力量、协议力量影响的家伙,这里往往都不太有用。 这时,邓恩吸了口气,隐含着疼痛地说道。 伦纳德,你的情况还好,就留在这里,不让普通人靠近。 我们几个立刻搜集瑞尔、比伯的残留物,带着他们和封印物,以及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记返回, 并让福莱、洛耀和警察过来。 每个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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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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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。 所以,我可以调整的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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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所以,则是告诉我们,我想现在是最好的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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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